考慮十二的第二小题 它说同样方针是给你 中心焦点、顶点跟正焦线长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标准型的情况 所以我们先把它x配方、y配方 然后想办法变成标准型 所以你把它变成 这个4x平方 减掉16 把这个4提出来 就变成4x 减掉16x 然后加上y平方 y平方 加上4y 这样子 然后就等为 那这个最好要加上4 等一下 我先把一个过去是-16 那这个加上4的话 这里就可以配成完全平方 可是这样最后加上一个16 那这边也要加上一个16 那这边最好加上2的平方 就加上4 那这边也要加上4 所以这两个刚好消掉 那这个就变成4x-2的平方 然后就变成4x-2的平方 加上这个是y加2的平方 这就等于4 然后通通除以4以后 就会等到1分之x-2的平方 然后2b 然后2b 不是 写错了 a平方等于4 这个是a平方等于4 那就是a就等于2 然后b平方等于1 那b也就等于2 那就可以算出c c就等于a平方-b平方 4-1就等于3 那所以c平方等于3 c就等于√3 所以2e√3 重心是2-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 可以得到a等于2 所以焦点会在哪里 焦点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 刚才讲这个 a平方是在y平方底下 所以它是一个 站立的椭圆 所以它的焦点是 y要动 y要动 所以x是不动 中心这个x不动 然后加减c c是√3 所以就加减R3 好 那它的顶点呢 就是中心 站立的椭圆 中心呢 y的地方是加减a a是2 所以y的部分加减2 所以中心本来是这样 y加减2 那左右是b 所以x的地方加减b b呢是1 所以这个加减b 加减1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四个顶点 那焦点有了 那这个把它 换解一下 正交现场是a分之2b平方 a用2代 b用1代 所以这个是2 2乘1的平方是2 所以大概就是1 2 3 5 5 5 6